河南第一好品牌文化传播优先公司 新闻60分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我们继续来看系列报道 新春灾区形 四川德阳是一个工业城市 中国许多知名的大型企业都落户德阳 比如东方电气集团 第二重型机械集团 川游洪华集团等等 这些企业的资产都接近百亿元 在地震灾害中受损严重 如今八个月过去了 德阳受损的四千多家企业中 有百分之九十已经恢复生产 东气集团是中国生产 风电核电设备产量最高的一个企业 设在汉旺镇的总部 在地震中损毁严重 正后第四天 东气集团将生产设备 分散到各地恢复生产 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企业员工 也坚守岗位 德阳的分厂将厂房加工后 也在加紧赶工 职工们春节都没有休息 这里是我们的一千五百千瓦的 风力发电机图 现在总装完了 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一天生产多少台相机 现在达到平均每天生产五台这种水平了 跟挣钱一样吗 远远超过挣钱的水平了 那08年我们的产量跟07年相比呢 08年产量我们比07年增长了12% 09年有什么规划 09年我们计划完成 发电产量的2885万千瓦 实现消息收入要到160个亿 09年我们还想实现 我们新的64万平米厂房的建设 新的总部将搬迁到德阳 正在建设当中 新纸长两公里 宽一公里 投资两个亿的新厂房和职工住宅楼 都将在今年完工 年底前搬迁完毕 特变电工是一家上市公司企业 有13家企业分布在中国9个城市 在德阳的分公司以生产电缆为主 产品销往31个国家 地震六天后恢复生产 现在还能看到厂房修复过的痕迹 我们现在生产已经恢复到 正前正翻水平了 并且紧续月份呢 我们就获得了2.2个亿订单 目前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呢 就是出口澳大利亚的 虽然经历了地震 但2008年特变电工 德阳分公司的销售收入 比07年增长了23% 现在产量已经超过了地震前的生产水平 前不久还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德阳有5000多户工业企业 在地震中受损的是4100多户 总损失达到了800多个亿 到目前为止 这些企业呢 有90%以上呢 已经恢复了生产 但是产呢 还没有达到挣钱水平 到2009年 这些受损的企业 将会逐步恢复到挣钱水平 有的甚至会超过挣钱的生产水平 中央台记者 深阳流沙在四川德阳报道 在我们的节目中 曾经讲述过一个 在512大地震中 被成功救出来的女孩 贾正娇的故事 那个时候 正娇说她的愿望是有一部电脑 今天呢 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而送给她这部电脑的 就是曾经在营救过程中 发挥最关键作用的 两位地震专家 他们想告诉正娇 关心你的人 永远和你在一起 2008年的5月14号 在都江宴的一处废墟下 20岁的贾正娇 被压埋在坎塌楼房的最底层 救援难度巨大 来自浙江省地震局的 救援专家和工程力学专家 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 和惊人的胆识 保住了正娇 被压在倒塌建筑物下的左脚 使她完整地获救 当时我记得 我那时甚至不太清醒 当时我记得有人跟我说 说你再等会儿 你是最幸运的 你马上就会得救了 然后我就听到有一声 姑娘得救了 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的妹妹的今天了 我觉得他们付出的挺多的 挺危险 他们的工作挺危险的 2月2号 两位专家再次探访贾正娇 还带来了一份新意 就是正娇梦寐以求的电脑 打开电脑 石树中博士当起了正娇的老师 石博士说正娇很聪明 很快就学会了拼音输入法的基本操作 他还带给正娇一本书 书名是不认书 我们希望通过电脑 掌握一定的知识 了解外面的世界 因为电脑就联系到网络 如果在街上网络 就了解外面的知识 多交一些朋友 完了多掌握一些技能 多掌握一些外面的知识 使他的心情会好起来 使他每天有点事可干 这样的话我想 对他的康复是非常有益的 如果通过电脑能够学一些文字处理 打字这方面的工作 为将来他的工作或者生活 打一点基础做一些准备 转眼间正娇就可以用键盘和鼠标来表达心意了 他学得挺快的 对好不好玩 好玩好玩 好高兴 这回有营生干了 对对对 这下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对可以写日记 然后写下日记可以刚刚学会的存 把档案存下来 然后偶尔可以听听歌这些 对都好 两位在救援中竭尽全力的地震专家 看到笑容重新回到郑娇的脸上 都表示由衷的高兴 他们还告诉郑娇 关心他的人还有很多 他不应该觉得孤单 今天是中国农历节气当中的立春 在立春这一天吃春饼被称为是咬春 那么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 民众在立春这一天要吃一些春天新鲜的蔬菜 这既有防病又有迎接新春的意味 那么最近两天的北京的各大超市就早早的做好了准备 为民众准备了制作咬春食品的各种产品 早上八点钟超市刚刚开门就有不少民众前来购买咬春所需的食品 为了满足立春这天百姓要咬春的需求 各超市都备足了货源 各类包装的豆芽菜 紫辛萝卜 韭菜一字排开 应有尽有 超市方面表示 他们仅豆芽一项就准备了两千斤 开门不久就已经卖出了五百斤 春卷皮准备了两百代 烤鸭春饼两千代 历春这天还会现场制作春饼 根据这个顾客的这种购买的需求呢 我们有我们主体配送中心 那么我们随时可以把这个货拉到这个卖场 平时像我们的豆芽菜卖到一块四五左右 那么我们做特价卖到九毛五 就是已经便宜差不多得百分之四十了 历春咬春是中国民众的传统习俗 据说中国人从唐代开始就有吃春饼的习俗 此外 咬春的另一种食品是萝卜 因为萝卜有辣味 取古人认为 咬得草根断则百事可作之意 激励大家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其实呢在日本今天同样也是历春 而在历春的前一天也就是三号 日本的人们通常会参加各种的撒豆子的仪式 以驱邪迎服 祈愿身体健康 而日本东京郊区一座动物园的两头大象 今年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在东京郊区的世源大象王国 大象妈咪和大臣登场了 装扮成恶魔的工作人员拿着道具 对妈咪和大臣做出各种攻击的姿势 不过两头大象可不害怕 它们吸上一鼻子的黄豆 向恶魔正式开炮 恶魔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一旁参观的游客也加入了驱邪行动 他们大喊迎接服务器赶走恶魔 将手中的黄豆撒向恶魔们 在日本将历春历夏历秋和历冬的前一天称为结分 表示季节的更替 因为历春是一年的开始 所以历春前的这个结分也尤为重要 在这一天将炒熟的黄豆供奉完神灵后 就有本命年的人将这些豆子撒出去 意为驱鬼避邪 保佑一年无病消灾 而世源大象王国这回别出心裁 训练大象进行撒豆 大受游客欢迎 二月的星空还将陆续上演多场天象大戏 其中二月九号元宵佳节的淡晚 民众在赏月的红时 还可以观赏到半影月时 专家表示 元宵节当晚的月亮会又大又圆 在比较好的观测环境下 民众将能够看到一个月亮游明变暗的过程 这就是半影月时的现象 地球的影子分为两种 中间一部分是地球的本影 周围还有一圈是半影 月亮完全进入本影里发生的是月全时 月亮进入半影就叫半影月时 半影月时只是有一部分阳光被地球挡住 照不到月亮上 月亮减暗的程度比较小 专家预测 本次半影月时 约在北京时间20点37分开始 22点38分将为半影月时最大时刻 这时月球变暗最为明显 次日凌晨约0点40分结束 此外专家还告诉记者 本月19号晚 民众如果在晴朗的夜空中看到有盏明灯悬挂在西南天空 那就是金星 这天也是金星的最亮时刻 27号清晨 金星将再次约会月亮 两者间距离仅为一度 是天文爱好者观星赏月的好时机 这里是新闻60分 以下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 CBA连赛在昨天晚上开始了第31轮的较量 在结束的首场比赛当中 东莞马可波罗在主场以116比122 赋予浙江广沙 惨遭三连白 本场比赛 东莞马可波罗的两名外援哈里斯和桑普森都因伤缺阵 他们不得不派出全滑班 不过比赛开始后 身穿浅色队服的东莞队并没有表现出劣势 首节结束时 东莞队以35比29领先 进入第二节后 广沙队的两名外援开始发威 带领球队将比分一举反超 后面两节的比赛 两队比分一直咬得很紧 最后两分钟 广沙队依靠两名外援帮助球队 以122比116战胜东莞 根据赛城安排 东莞马可波罗下一轮的对手将是八一队 浙江广沙将对阵辽宁叛叛 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说 美国泳谈金童菲尔普斯承认吸食大麻之后 他吸食大麻的所在地 美国南凯兰罗纳州里奇兰县 警方正在考虑以刑事罪名 将这位奥运会超级明星拘捕 当地警方目前还没有披露考虑用何种具体的罪名 来抓捕菲尔普斯 以拒绝透露他们调查的具体细节 在北京时间的2月3号 胡人队是以126比117击败了尼克斯 科比布莱恩特获得了个人本赛季最高的61分 午餐 其中五个和他坐在一块的 就是周美清任养的小朋友 大家感受到第一夫人的关怀 在笑闹声中开心的用餐 大家都认识他周阿姨 那有些小朋友可以叫周姐姐对不对 这场世界展望会在素食店里 办的关怀餐会 总统夫人周美清和小朋友 开心的玩在一块 现场聚集了30多位展望会资助的儿童 其中五位和他同桌的 就是周美清任养的南部地区的儿童 在展望会里包括国外资助的儿童 周美清和家 同时给管理层降薪 也成为止血减亏的重要举措 原来还要成立六个分工厂 也都停下来了 这是断闭行动 它越来往有效益的 有利我们输入建设的 一些航线的基金 在城门控制上 我们进行贴外手段 和工程们不将任何客观 不将任何条件 统统压回来 2008年3月31号 东航云南分公司 14个从昆明起飞 至不同目的地的航班 在同一天出现了临时返航事件 之后 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宣布停止东航昆明至西双版纳 昆明至大理两条航线的经营权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东航今年仍将面临严峻考验 四大行动能否使跌入谷底的东航 起死回生 摆脱困境 创造重生奇迹 备受社会关注 接着从相关的电信运营商处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下发了文件 要求小灵通要在2011年年底之前 彻底退网 在此期间停止发展新的用户 上海现有100多万小灵通用户 在电信业务柜台办理业务的 小灵通用户表示 只能以生存的价格空间被打破 用户数开始逐年下滑 目前全国用户数不足7000万 业内人士 考了好吗 你们到底每天这样子跟着